大家好,美国国务院开始支持中国的抗议了,我为什么这么说呢? 因为美国国务院准备批准恢复在武汉的总领事馆,预计在6月22号重启美国驻武汉总领馆。 大家知道武汉之前1000多万人,千万人的检测应该破了世界纪录了,短短10天之内1000万人。 很多国外自媒体,包括美国媒体不相信这个数据,他们不相信,但是美国国务院相信了,美国国务院应该是评价武汉已经安全了。 我觉得这个武汉安不安全,你看美国国务院重新开这个驻武汉总领馆,你可以看出,那美国人是最珍惜生命的。 大家要记住啊,去年的1月23号,第一个下令撤离武汉的是美国驻武汉总领馆,也是美国国务院。 多么珍惜人命啊,有问题咱就撤。 第一个回来的还是美国,那美国啊,如果你不相信中国,你不能不相信美国吧。 所以武汉人,中国人,你也得相信武汉是安全的。 因为美国人回来了,是吧,打成这样,武汉也回来了,是吧,也回到武汉了。 中美现在不管怎么矛盾,但是美国认为武汉是安全的。 那武汉之前那个检验,1000万人检验,这回结果美国给什么,做了公正了吧。 所以你可以不相信中国政府啊,天天喊什么冷笑话。 啊,这回美国政府把你这个冷笑话,加热了一下,变成个热笑话。 哎呀,美国国务院还有这个天天这个总领馆这事儿,天天打着往恨国党的脸呢。 我觉得非常有趣啊。 哎呀,CNN报道啊,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,预计在本月下旬重新开放武汉的美国总领馆。 啊,立法事务助理国务卿泰勒表示啊,计划在6月22号前恢复啊,领事馆业务。 但依然啊,根据具体情况修改时程,可能提前,也可能延后。 但是这已经报美国的这个国会了啊。 嗯,那这个事儿已经定下来了啊。 啊,1月20,啊,1月23号的时候,美国暂停了,关闭了,美国驻武汉总领馆。 这等于是撤离了武汉。 这是时隔,我看五个月啊,时隔五个月,美国人又回来了。 嗯,我觉得这个事儿啊,充分的打了所有那些啊,认为中国疫情没有控制住,中国疫情是假的,中国的数据是假的。 所有人的脸啊,你的情报有美国国务院,有美国这个,驻武汉总领馆这些人掌握的情报多吗? 有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掌握的情报多吗? 你可以不相信中国的数据,是不是啊?都是假的。 假的是美国要回来。 多么可笑啊,这世界到底谁最可笑啊?